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财士震力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友好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一下 这个被称为小美 她的名字叫小美 亦被称为偶像男神 台湾第一代花美男 何君祥先生 他被人提供的妨碍性自主 被台湾的执法部门 搜她家里 扣查手机 当然了 现在的性存 受害人 就是酒店 红牌 公关 不过 亦有人说这个酒吧女 是一位女可观 究竟在酒吧这位女子 是公关还是可观呢? 公关的话 给人的印象 公关可能 热情一点 那会不会贺君祥想多了 所以做多了某些东西呢? 不过 刚才说的全部都没正式 只是知道在酒吧出事 原来台妹再说 贺君祥 有件事不好的 知道吗? 黄汤下肚 酒品不佳 酒后乱 食田 后来我看到 原来香港 有个词叫 喇利 喇舌 不是台湾吗? 喇舌 这样 我以为 因为看到这个洞房的喇舌 就是 就是喜欢食田 嘴嘴 这么窗户 经常 台湾媒体说 不是我说的 就是 去年 被人爆他有个狼羊 原来他去年私人聚会上 看到外形亮丽的女生 首先他表现出很有风度 但是 黄汤下肚 煮了几杯之后 开始 狼羊曝光 原来 不止他有心无意 就很喜欢 触摸 人家 手 和面 甚至 在其他地方 不要说到哪里 就让对方感到好 不高兴 和不舒服 打算向贺君祥提告 后来 去年就没事了 是不是因为 去年没有出事 所以他就变管家 有些人 有些喝大两杯鸭哥 他 醒了之后 走醒之后 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 对 你跟他说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是什么是什么 下次不要 然后他再喝大两杯 然后再饭同样 你跟他说他完全忘记 对 当然 这个贺君祥 酒品不佳 原来在台湾的演艺圈 盛传多年 还有这个镜仔周刊 台湾那个 很搞笑 我们 在我所在国家 进不了 会人申请了这么制令 然后来这个镜仔周刊 他就 今年年初的时候 接获爆料 就说去年年底 在刚才说的私人的会所上 一个聚会 本来风到翩翩 几杯吓到 整个人都开心 而且越玩越大胆 当然了 手啊 面啊 其他地方啊 令到女方感到不舒服 第二天 打算提告的 后来就没有了 另外 亦都有女艺人爆料 过去几年 过去几年 曾经在KTV多次接触 遇到贺君祥 几杯是 这个酒落土之后 他就会锁定 漂亮的女子 故意就是玩游戏 这名女子就形容了 贺君祥 会 扮罪 之后 就玩French Kids 哎呀 哇 因为他生得英俊又是人气王 亦都是曾经的偶像剧男神 所以 总是有些女生是愿意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 不好 你那个 总是有些人愿意 亦都总是有些人愿意 对了 这次 他就遇上了 踢到铁板了 踢到铁板了 有人帮他 解话 就是这个 島内第一狗仔 甚至我觉得整个大中华地区 他最厉害的 葛思臣 原来他就开直播 他就说 他知道这件事 是今年 发生的 因为贺君祥当晚 刚好有朋友在重山区的酒吧 召唤他到场 但是之前贺君祥 已经 在雪茄酒吧 喝了不少 直到他凌晨三点去重山区走巴士 他和好友进入私人招待所的公开吧台 不是包商 葛思齐 说当时贺君祥七分罪 坐在公开梳法上 所有服务生 都走出走入 其实在场人士看到他 因为 当下和贺君祥 坐在一起的 一名有人 有玩德州博客 酒吧楼上的女客官 有些就说他 刚才说了 可能不是女客官 可能是 高级公关 高级公关是什么意思呢 有很多意思 就说 知道贺君祥见身 女方想认识贺君祥 就去到众人吧台 不过当时贺君祥 已经倒饿在梳法 旅客官想要敬酒时 贺君祥就被叫醒 后来 贺君祥 就和旅客官敬酒 已经倒下来 前后只有五分钟 接着 旅客官上楼继续上班 看看吧 贺君祥就在梳法睡到 早上六点 他一个人 在 店员的参赴之下 直接离开 早上十一点 旅客官就和一位 男客人 一起离开这个场所 回到男客人的家 究竟这些旅客官是在做什么呢 郭斯齐也表示 贺君祥和旅客官 两人 只有三分钟碰面 究竟 他说的构成 是妨碍圣治主的罪 时间够不够 而且旅客官是十一点离开 三分钟的约会 大家记得一位 十几年前 维园压哥 三分钟的 欢愉 任亮倩先生 三分钟都可以做到很多事 你也对 当然 郭斯齐就说 为十一点离开 仲和南客人 有说有笑离开 并没有直接派出所 亦没有人透露 被欺骗 令他认为这件事不单纯 是不是有人 借MeToo事件 打算去大雄 这件事就不敢说 没人知道 亦令我回想起 为什么 警员要上门搜证 应该不是搜硬碟 应该不是搜那些东西 应该搜搜现场证据 看看是否好像报案人说 有留下什么在那里 是 不过这些贺君祥 即是走品不好 或者是 多手多脚 可能这个都是共识 这个都可能是共识 看看贺君祥 当然他目前 在拍摄 一个叫做公事旗舰大剧 有票与 舒芙雷 新剧当中他就做警察的 和陈二涵合作 有一些 违禁品的议题 当然 这个贺君祥 其实 曾经三年没戏拍 直到2001年参加全明星运动会三 并且是做了蓝队的队长 因为 是长时间相处 和队员感情融合 所以经常 就出来聚餐 本来5月30日聚餐 后来事件出来 他就不出席了 声势再到翻红的贺君祥 在重回演艺圈 近期他这个 叫做不善良的我门 当中就演的角色 就是林依晨老公 叫何瑞芝 就是翻红的 因为现在 现在他的样子 不要偶像 以前长头发 很偶像 现在可能就做不到那种偶像 很坏 有些传媒说他是侯友宜 很坏 这个好笑 讲开郭思齐 原来他有一件事 还要爆 究竟他是不是贺君祥 原来他就说 大家知道 台湾地区的 叫王子教 就相当可乎了 他的坏事 我们就不说了 之前 已经说过很多了 原来 他就说 有人比王子教更加 可怕更加可乎 究竟是不是贺君祥 他就说 好像不是 贺君祥现在 卷入了风波 遭到提告 妨碍性智主 外界就想到 郭思齐去年 也爆料 賀君祥和酒店小姐 拿来 拿涉一事 就把事件联系上来 但郭思齐就说 这是两件事 也帮贺君祥解释 是否案中有案 另外他也在直播当中表示 有一位男艺人 比王子教更加可乎 更加隔空 就说 对方 如果有任何动作 他就会出手爆料 当然他也说到 何君祥事件 因为官司前身 他也提到 手握着 有某主持人 未爆的黑材料 应用这位 艺人的力度 不雅于 是王子教 他更加想到 这个唐琪洋 近期 就是 曾经预期 你知道唐琪洋是什么 不知道 之前你说过的 唐琪洋 就是那位漂亮的预言家 记得有一次 你记得有一次 你记得那个人 那个P 真的像第二个人 当时你说 怎么搞的 这个是诈骗 我记得他当时 这个不是诈骗 是什么 他就说唐琪洋 曾经说过 MeToo事件会再次震撼 台湾的政论节目 很喜欢 神神怪怪的 政论节目是搞神神怪怪的 他就说唐琪洋 叫做国师 不是陈文老师 这个就是唐琪洋 被称为台湾第一美女预言家 哇 是的 快点拆掉 放下 我知谁 对不起 他之前P的图 大马上见过P的图 真是 跟这个差 十万八千 这位 这个不理他 样子不说 不应该说 近期他也预言 娱乐圈V2事件 一直会延伤到2026年 那会不会 这个 可君祥事件就是 对此他也表示 2016年 这名男艺人 还未被爆出 他会将手上的材料公开 包括 图片和对话 当然 郭司齐也说这位男艺人 是 跟他碰面过两次 其中一次 就是在 talk show 上 那位男艺人在talk show 的 长次 就说他不敢 跟台湾第一狗子坐得太近 担心自己会怒哭 这些案件就越来越清楚了 因为这位男艺人 曾经说不怕 但现在就很怕 现在就很怕了 这位男艺人 已经被葛司齐追踪了一年多 也向对方说过很多次 并且就向这位男艺人 说下最后通牒 一是你自己说出来 我觉得他不会的 一是你自己说出来 如果2026年你自己还不说出来 2025年初就会把你的名字说出来 你说 就算是2025年说出来 大把时间 不会自己走出来 S7 除非你爆 当然 因为有可能 你自己爆 有可能 说的不是我 可能是那个 我走出去 我不是先死 S7 你对 你对 如果不是我 我自认了 你就是把自己 S7 S7 没理由我自己走出去 你做事都说出来 当然 这个阿哥 其实也被葛司齐说 一个很肮脏的男艺人 如果是2026年 他们自己 不出来自爆 那我就揭露你了 你比黄指教更加坏 2026年一定将你铲除 为什么经常说2026年 你走到那个位置其实你都挺迷信的 我真心说 当你是唐其阳 那就 不单止是迷信 我觉得 简直是诈骗了 这个阿姐 所以台湾地区 常常捧到很劲的什么东西 你记住还有什么东西 印度神童 台湾地区也很喜欢捧 没说了 收了档 是 是 好了 今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